安徽森皮纸制作技艺是一门古老的手工技艺 包括选料、蒸煮、茧皮、制浆、连捞、备烤等多个步骤 整个造纸工艺流程通常需要二十多天全手工操作 这种纸张不仅外观古朴美观 而且因其独特的纤维结构和优良的物理性质 被视为人类职业的活化石,距今已有1700余年的历史 安徽越西茅尖山鼠亚热的季风气候区,气候温润 这里的桑树生长块,皮质嫩,纤维均匀而丰富,是造纸的绝佳材料 总共它有四层 这是上面一层扣,这一层漏的,漏的皮鞋把它处理掉 我们需要第几层?我们用的是第三层 第三层?对,因为它纤维就出来了 这个做出出来,它有牢固,有扎实,寿命有长 想做好日子,皮鞋要从软材料上,丧皮上下功夫 丧皮必须彻底晾下干燥 再用泉水浸泡,为方便去除杂质 提取百分百的纤维 蒸煮是关键步骤之一 皮一定要立着放,丧皮入纸赠隔水加热 约半小时蒸汽上升,再加一层 如此叠加,保持200摄氏度均匀受热 经过约20个小时,丧皮颜色变黑,变软蒸煮才见成效 之后经过挑洗筛选等工序后 丧皮将会特别为最优质的纤维 这是一种缓慢的纤维提虫工艺 可以脱掉木质素和果胶 在去除杂质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对纤维的损伤 提升纸张的耐久性 这就是人工打浆 其他打,它是把纤维打断了 减少纸的寿命 这个传统的手工打浆没有破坏它的纤维 人工打浆是桑皮纸制作工艺中最辛劳的步骤 7个小时,两万多次连续垂打 在卷曲和压丝中,只将发生轴化现象 也就是纤维细胞壁起毛分丝 这些微纤维表面激增相互作用 令纸更加柔软,有韧性 纸将最终成型都取决于这看似简单的一捞 纤维的方向和水流流向一致 前后左右的不同摆动决定纸张中的纤维分布 手眼腰腿协调配合 纸将均匀铺平 纸在60摄氏度左右的背墙上慢慢被干 手掌翻飞中桑皮道纸华丽重生 纹理清晰并免刃而兼 经过最后的纯植物染色 顶级纸张终将制成 桑皮纸的制作过程被记录在国家级飞仪项目扩展名录中 并且被用于修复故宫内的书画文物 证明了其在文化艺术领域的重要地位 这看似轻薄脆弱的纸张 却能穿越千年时光 桑树皮纤维自然造化的神奇 金桥手千万次垂打 终成就文明的坚韧传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